国语有生善书 《金刚经》 济公活佛白化之解 法界通化分第十九 法身辩界通化无边 分解 法界者使法界也 通化者会充法界通入化境也 前分说的三心不可得 既是说心不可得 则福亦不必修矣 此又恐人误解 所以告以无福之福 无德之德之妙力 盖无福之福 虽有不失而忘不失 无德之德 虽有能所而忘能所也 凡住相不失 皆是有为之功用 不住相不失 即是无为之功用 有为之福 终有了日 无为之福 永无尽时 一是忘心所行之处 一是真心见性之处 上八分言七宝不失 不如见性为妙 十一分言七宝不失 不如持经为胜 此言七宝不失 不如离相为罪胜 盖住相为有漏之音 就不能得无漏之果也 般若之最深处 即云福得无实性 于无我法中 通达无碍 明了真空实际 则通化法界 无量无边译 有漏音者 漏者烦恼也 即生含有烦恼事物 即止五蕴 色受想行时之作用也 经文 虚菩提 于亦云合 若有人满三千大千世界 七宝已用不失 世人已是因缘 得福多否 如是世尊 此人已是因缘 得福甚多 虚菩提 若福得有实 如来不说得福得多 以福得无故 如来说得福得多 概论 本分是第六次 以七宝不失 较量持经功德 前言福得之处 上是有相之福 此段文是云离相之福也 福得福必有因缘 有何因缘 即有何福得 摄若若有人 以不可得心为因 用满大千世界七宝为原 不失于人 则心中一注因缘 又注于有为之相 是福得有实 兼才施法施两相而言 如来佛对此 则不说得福得多 堂以空心为因 保失为原 父不住相 则福得之多 不可较量也 总之本分因前言 心不可得 恐后世众生 或以福不可修 故以无福之福 甚大破之 即言不失因缘 福由外众 不如福会双修 会由自省修也 讲义 佛曰 须菩提呼 你的意思怎么样 若有人用满三千大千世界的七宝行不失 此人以此重瓜得瓜 重斗得斗之因缘 有漏因 其所得之福得果多佛 须菩提达曰 世尊 此人以是因缘得福甚多 佛又曰 须菩提呼 若以有相之福得为实 而行不失 则心祝福 其报有限 所以如来我不说得福得多 如来我所说之福得 在无助向不失 以无求福之心 得从会出 正是无为清净之功德 所以如来我说福得多 各位善信大德您好 由于天使紧急 应赶紧行善度重 以气天心 目前无极直辖全真堂 正在募款兴建全真大道灵修院 期望众人有钱出钱 有力出力 相关资讯可至无极直辖 全真堂网站详阅 喜欢影片记得按赞或分享 可以让更多人知道上天的用心 记得订阅以及开启小铃铛 未来会随时公布新的影片哟 以上内容由无极直辖 全真堂著作 欢迎注意 工夫 需要急 有关资讯可ub